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月7日表示 5日发生事故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波音737MAX9型客机半空中脱落的舱门已经被找到 吊在波特兰一名叫做鲍勃的教师家后院里 这名教师向有关单位通知 两天前在自家后院发现一片门板 疑似和该事故有关事后也获得证实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指出 该部门将到现场取回舱门并调查事故原因 不过运安会针对这起意外的调查并不顺利 调查人员无法读取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内容 因为语音内容无意间被覆盖掉了 霍曼迪坦言这是损失 这个资讯很关键 不只对调查而言 也为了改善飞行安全 形容这起事件非常混乱 他说运安会已经呼吁将记录器的最短记录时间 从两小时扩充至25小时 此外 另外两位民众通报找到两只手机 一只掉在院子 一只掉在路边 飞安事故发生后 遭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停飞的波音737 MAX 9克机 继续严重扰乱阿拉斯加航空以及联合航空的航班计划 这两家航空公司8日总计取消了342个航班 德克萨斯州和纽约市就移民问题的冲突在1月7日进一步升级 纽约市长亚当斯上周起诉了德州州长阿伯特和17家巴士公司 该诉讼称巴士公司从德州运送3.3万多名移民到纽约市 从中赚取了数百万元并索赔7.08亿美元 阿伯特周日说 这起诉讼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市长将因此输得很惨 因为每个乘坐巴士或飞机前往纽约的人都已得到拜登政府的授权 可以合法地待在美国境内 需要起诉的是拜登 而不是这些巴士公司 正是拜登及其政策 才导致数百万移民涌入美国 并进一步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前往纽约 近日 美国东北部及西部地区遭遇冬季风暴袭击 新泽西州 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多地出现强降雪天气 近7000万人将受到影响 6日 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地区 积雪厚度达到了约150毫米 7日 马萨诸塞州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过170毫米 截至7日上午 气象部门向东部地区多地约1500万人发出冬季风暴警报 同时 另一场风暴在7日迅速加强 从加州向美国东北方向移动 预计将在州中到达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 预计将给西部大部分地区带来中到大雪 美国气象部门称 冬季风暴影响可能造成多地停电并引发洪涝灾害 并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 呼吁居民提前做好准备 中国国家安全部1月8日称 破获一起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6处MI6 利用第三国人员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案件 这起案件凸显了两国之间因为彼此指控对方进行间谍活动而持续爆发的激烈交锋 中国国家安全部指出 一位黄姓境外某咨询机构负责人 自2015年起被MI6吸收与之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 M16指使黄某多次入境中国并在英国等地对黄某进行了专业情报培训 并为其提供专用间谍器材进行情报交联 经保密部门鉴定 黄某已向英国提供了机密及国家秘密9份 秘密及国家秘密5份 情报3份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表示 中国间谍行动的复杂程度正日益增加 据称中国的间谍正瞄准英国在政治 国防和商业领域敏感职位的官员 以获取机密信息 中国政府则多次谴责间谍的说法 并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